- 貓咪躺在地上不斷的發出微弱叫聲 民眾靠近一看 發現貓咪的身上有不少燙傷痕跡奄一息 當時這隻貓咪就是躺在台中無期的這座停車場裡面 由於這隻貓咪附近旅居都認識 看到牠受傷了趕緊PO文求助 希望大家能送到醫院 熱心網友上傳訊息後 貓咪很快被送往醫院 但經過一夜的治療還是沒有救回來 由於貓咪全身有大面積的燙傷 甚至是脫皮脫毛 網友和附近的居民都很氣憤 懷疑有人用熱油熱湯潑灑虐貓 痛罵一定要找出兇手 居民說附近常會有浪貓出沒聚集 有人會固定來餵食甚至幫助捷獄 沒想到會發生虐貓行為 那隻貓很乖很可愛 啊牠也是新來的 那隻貓也是新來的 鬥貓處接過消息已經回現場勘察 並向住戶索取監視影像 強調如果有虐貓的行為 一定會依法就辦 懷疑新聞無理安詩文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